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是第四公演 姐姐们准备舞蹈和歌曲让人赏心悦目 其中最亮眼的姐姐就是张伯芝 张伯芝80后实力派演员 可以说她出道就是巅峰 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张伯芝不仅没有变老 反而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这次她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 就是她杯水一战 因为她想让自己红 对于她来说 这次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要她成功出道 她的人气和热度都会直线上升 重回一线女星的宝座 张伯芝因为没有唱跳的基础 所以付出的努力通常是别人的两倍 幸运的是 她有好队友 她的团队一直耐心鼓励张伯芝 甚至教张伯芝跳舞 当然 张伯芝是一位很懂感恩的人 在表演结束后 她一一感谢自己队员 一边说一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张伯芝是一位很坚强的女性 虽然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哭过很多次 但是每次流泪都是发自肺腑 因为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正所谓为母则刚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她义无反顾踏上这个舞台 尽管自己没有唱歌跳舞的基础 作为母亲的她 愿意勇敢踏出这一步 给孩子们争取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张伯芝很喜欢自责 也会害怕自己的不足而拖团队的后腿 但她真的很努力 没日没夜的跳舞就是为了在舞台上不拖团队后腿 她也很感谢自己团队成员对她的包容 悉心教导她舞蹈 让自己有这么大的进步 正因为有这样心聚在一起的女团 所以她们舞蹈完成度非常高 说着张伯芝流下眼泪 张伯芝哭得有多真实 杨成林一直是很坚强乐观的人 听了张伯芝一番肺腑之言 都忍不住狂擦自己的眼泪 因为杨成林是队长 他身上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他希望自己能带着自己队员走到最后 听到张伯芝一番话 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忍不住哭了起来 张伯芝哭着说 不希望团队任何一个人走 他真的很善良 跟着自己的队友日夜练舞 早已经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更希望对方都能互相留下来 这也是张伯芝最大愿望 此时泪水从眼角流下来 张伯芝其实自己本来不想哭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拉票 只能把心里话意图为快 队友们给他纸巾 让他擦拭自己的眼泪 并且在一旁鼓励他 说他很棒 已经很优秀了 此时台下观众也看得流泪了 因为张伯芝的哭太真实了 就连观众都共情了 张伯芝这些话和眼泪打动很多人 就连一旁导师也竖起大拇指鼓励他 让他知道他这次在舞台上表现很棒 的确 这次公演张伯芝让人眼前一亮 以前他跳舞总会慢几拍 甚至有时候还不记得动作 但是这次他没有出任何差错 相反这次舞蹈完成度很高 而且还获得全场的掌声 张伯芝已经是40岁的妈妈了 但是他整个状态就像少女一般 并且在舞台上看到他勇敢 为了成团努力拼搏的样子 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大家喜欢张伯芝吗